早上好,我是文文娜 这是我家狗子,文平安 我们现在在徒步西藏减肥的路上 出来有一个多月了 我瘦了20斤了 但是越来越觉得这种生活有点厌倦了 我是2013年开始玩呼儿的 到现在已经整整的10年了 10年前,我骑自行车 骑摩托车,徒步 10年后,我还在徒步减肥 我感觉我陷入了一种恶性虚幻之中 每天都在陌生的地方醒来 这风景吧,也就这样子 平平无期 许多没有出来旅行的朋友会觉得我们这种生活是自由自带的,充满了欢乐的 其实徒步的日子是很无聊的 每天就是走路走路走路 枯燥且无聊 我厌倦的不是户外的生活 而是为了减肥而徒步的生活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徒步这种公路的 但是我为了减肥而一次又一次的徒步 你说跟我们同样玩户外的朋友 从徒步到自行车 到摩托车 到越野车 到逢车 到各种各样的新鲜东西都去尝试了 而我还因为减肥在徒步的路上 我大好的青春是不是就这样子浪费在路上了 10年了 整整10年了 不忘初心 10年前我搭帐棚穷游 10年后我还是自己搭帐棚自己做饭 其实我非常享受这种在户外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只是不想被减肥这两个字困在这里 一直在徒步的路上 你说人生短短几十年 该吃吃该喝喝 遇事不要心里隔 做个快乐的小胖子 不好吗 想吃什么吃什么你说 我还能活长命百岁 我还能活一千年不成 就这么几十年的光阴 我又要忌口 又要徒步 又要辛苦的运动 还不能吃好吃的 唉 其实说这么多 就一个问题 就是我饿了 我好饿呀 我想吃烤肉了 我这种生活 跟你们在家有什么区别呢 早上起来泡个黑咖啡 然后再煮起个鸡蛋 是吧 没什么好羡慕的 蛋转头一想 人生短短几十年 你连你的体重都控制不了 你还怎么控制你的人生 人啊真的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啊 鸡蛋煮好了 咱们再来泡点葡萄 再来点燕麦片 不管你选择人生的哪一条道路啊 都会有弥漫的时候 干就完了 坚持下去 只要我熬过了这段时间 就好了 见 爹 我好专闹 你也有什么东西 爹 好 他有什么东西 就是想要用梦片 坐下来 我闹堡 睡觉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我去问我 问你 是 有什么东西 你眼里 能不能到万处 这么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